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Grey 话去每个人心中总会有一套无法妄画的作品 总会有一套在心中有着特别位置的作品 而对我来说有这样一套作品 每当四月到来,每当春天到来 它都会发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提醒我,原来一年有过去 这个季节又再到你 这个无理的四月又再次来临 它就是今天我想讲的作品 四月是来的方言 一套令我无法妄画的作品 在进入主题讲的作品内容之前 我想先稍微讲一下作品的制作 没错,四月是来的方言作为五年前的作品 但它的质量即使放到现在 绝对都是超一线的作品 吊打大部分的作品 以前看动画对于动画的质量并没有非常讲究 今年鼓起勇气重看一次 才发现作品当中的用心之处 别有用心的镜头语言 角色不经意的小动作 多得有精美的画面和细腻的角色表情合画 观众在观看的时候才可以更加沉进在作品当中 对于一套已描写细腻的少年少女感情的作品 则又为重要 以后就到故事的节奏方面 原作《细不卷》动画22集可以说是非常充裕 所以在各种角色的心境转变描写上都可以留有足够的蝙蝠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加上流霸 比赛前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气氛 硬见重要之人将要离去的各种不安 都因为有足够的蝙蝠去将气氛营造好 所以令到观看的过程更容易跟角色产生共鸣 多入角色 从而令观感大大提升 才令该作是如此深刻 然后就是四月市里的方言最精髓的一笔 《陪我》 至今我依然经常将四月市里的方言的OSD 当作作业用的BGM 或者是睡觉时的背景音乐 幻山黑真是一个神人 无论是比赛重启时分割出阿基因的那个瞬间 又或是那封离别信的时候 众多难无的陪我 在作品当中堕持直击我的心灵 和调动我的情绪 阿基因真是神谷中的神谷 老实说四月市里的方言 你要我在制作上指出他的不是实在过于困难 由画面到配乐 甚至到去音 花光下树 佐创灵音 仲田丽莎 祖剑沙迹等顶级的声有配音 四方真是少数在制作方面 我会给出满份的作品之一 吹捧完制作 言归静主 是时候讲回作品内容 如果要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四方当中的种种角色 那就会是真实 人心难以用片面的言语去概括 复杂 矛盾 难以预测的正正就是人心 而四方当中的每一个角色也是如此 难以将模板的属性套用在他们身上 每一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一面 今次我想以主角有马公生作为中心 去诉说作品当中每一位有血有肉的角色 并再延伸到公生 以及作品最后想传递的主题 贵剑和武士小时候视公生为冲击的对着 希望得到对方的注意而努力 因为这个英雄的存在 因为被他的演奏而感动 自己选择了钢琴这条道路 这种竞争意识深深影响着他们 而当公生时隔两年再次重返钢琴比赛 今次就由他们透过琴声向公生发出宣言 作为对手同为钢琴家 有什么想说就透过演奏来传达 这种竞争关系促使了三人的成长 彼此惺惺相惜 为了在未来的路上不会输给对方 而获得进一步努力的动力 也令彼此演奏家的路上不再孤独 因为这条艰辛的路上总有你们的陪伴 然后就是小春 本作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 作品中对小春的描写毫无移民 是四方中最精髓且精彩的一部分 将人心中矛盾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止 由于是天真浪漫的感情 慢慢转变成懵懂清洁的戀情的描写 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模板 作为工生的姐姐 希望一决不振的工生可以重拾人生的识错 而想工生再次弹走钢琴 作为喜欢工生的小春 因为钢琴会将工生带向一条不同于自己 要不可及陌生的道路 而讨厌任务 希望工生不要离开自己 可以永远陪伴在自己身边 当发言分同工生 讲着自己所不明白的话题 而面带笑容 当发言一直在自己身边 早已习以为上的伦家少年 都有要离开自己的一日 当发言一直形影不离的 我们开始产生距离 先明白到自己对于工生早已不在口中的姐弟情 自己早已有所察觉 只是一直不敢承认 面对被迫认清的这份最真实的感情 混乱不知所致的内心 眼中不断涌现的泪水就是最真实的反应 可喜可可的是 最后小春终于都学会了 坦率面对自己的感情 在狠狠踢了工生一脚之后 一直停滞不前的小春 属于他的时间终于再次流动 最后要说的当然就是 四月是你的方言中的灵魂角色 也是开启了这个故事的角色 公园分 特别是今次重体之后 对于这个角色就更加有感触 在知道了最后信件的内容后 在知道分一切行动的动机后 前面剧情中分莫名流泪的场面 分对于工生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做最完美最浪漫的解释 也是重体会代表我更多感触的主要原因 可爱开朗坚强的他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依然令我难以望画 得知到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 他所做的不是自暴自弃 而是用紧限的时间去完成埋藏在自己心底的小小心愿 去海后这个憧憬已久的对象 有马公生 要知道得知自己的身怀绝症 仍然如此积极去面对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他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 但也正正因为他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 都会有软弱害怕的一面 虽然在作品当中出现矛图的行为 虽然会说出想不想和他一起信情 而无论是坚强还是软弱的婚 两者的计划才造就了这个最真实 而有令人心痛的角色 而婚既来去给予了公生演奏的理由 教识了公生用爱去承受 去习惯离别 去跨越这伙成续的必受课 婚虽然已经不在 但他早已存在于公生的内心 他用有限的时间吸入了公生太多太多 我相当喜欢作品 最后无凌两个人来一场生离死别 而是透过信件告别 这一步很成功地将作品最后由悲伤的催泪 转变成感动的催泪 更带出结局那种现实而有无力的悲伤 作品当中的他们也好 现实当中的我们也好 总会理所当然认为身边的一切都会永远持续下去 然而如今当我们回头望去 当年在身边的事物又剩下多少呢 会发现原来曾经理所当然存在在身边的他们早已不作 但却又未曾消失 由于盛夏中的焰化日本 他们痰花一现的璀璨奪目 早已深深刻印在我们心中 早已成为构建成自己的一部分 也正正就是最后作品想在有马公生这个角色身上所传递的主题 当作品中公生最后一次的坦咒 回想起自己人生中的种种邂逅 一个个过去或者现在陪伴他走过来的人 令自己人生变得多知多错的人 他们正正就是构建成有马公生这个人的一切 我们在和某一个人相遇的那一瞬间开始 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人 我们全部都是相连在一起 即使使家多年公生再次回头望去 相信他们全部都依然是公生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宝物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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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